柯文哲在上个月到花莲为灾民加油打气时 听到在地的民产业者刘瑞奇反应 地震后游客量明显的下降 因此展开今明两天200公里花莲环骑行程 党籍立委林义军也一同骑程 把花莲主要的景点骑过一遍 希望告诉大家花莲很安全 欢迎来玩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党籍立委林义军 还有党公职人员陪同下 7号上午从文化局石雕公园出发 展开围棋两天200公里花莲环骑行程 预计要走访松原别馆、将军府、鲤鱼潭等地 并且品尝玉里臭豆腐、玉里面等在地的美食 要把花莲各大景点踩好踩满 并且告诉大家花莲很安全 欢迎来旅游 花莲在地震以后 很明显游客量下降 他说能不能拜托你来 你很喜欢骑甲踏车 所以来一个花莲这样 两天骑200公里 把花莲主要的景点都骑过一遍 那也可以变成一个宣传广告 跟大家说花莲很安全 欢迎大家回来旅游 自己昨天看到下雨 有没有担心 我跟你讲 大太阳更可怕 因为这个骑甲踏车 最适当温度 我的经验是16到18度 太热 一骑下去满头搭 很快就电解值不平衡 脱水 这次花莲骑程行程 所以成行是因为上个月 柯主席来到花莲了解灾后重建状况 为赞民加油打气时 当时回篮署道的董事长刘瑞奇 邀约他到花莲来骑车 主席柯文哲希望 藉由端午节所安排的花莲单车行程 走访地方拉抬花莲的旅游 借刘瑞盛花莲市报道